G3的G3活動 这就是G3的活动地图 它这个地方只能通过这个玩游戏来获得它的积分 然后上线是200个硬币 它这个还是分上下两届的 它下面第一季就是这里看到第一层的四个游戏 风时之雨的风情游戏 然后就是大脑之神 还有西护城神枪手 这个冬日度假长宝 下山活动 这下面是音乐节 音乐节的活动是躲避印章的 然后是找茶 找茶是有办法去找到固定答案的 不需要用自己眼睛去找 然后这是30人的投掷 投掷我懂 然后来看一下它这一次的硬币商店 它的硬币商店里卖的东西特别多 但是它应该是跟之前在国际服务是一样的 它这有一个椅子 然后是它的伤害皮肤 有两个戒指 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名片和聊天 聊天和名片戒指 然后是永恒 还有 还有 墙盘火焰 然后 黄金刻印 A级 A级 潜能卷轴 然后特出荣誉勋章 核心宝石 还有选择性神秘徽章 它都是每周 每周 20个 那是 冠以魔方 其潜能变化魔方 然后 附加潜能 的 魔方 这是应张 这是应张 然后是黄色魔方 紫色魔方 然后这是MMF,它里面的饰品有耳环,有戒指,还有那个项链 然后这是狂龙战士的一些变色券 这有那个风石之雨里面的骑虫,还有一个披风,风琴的椅子,MMF的随机箱子,它都是给椅子的 然后是DJ,MMF里面的DJ,聊天戒指,还有名片戒指,下山的那个摩托车的骑虫 然后冬日度假长宝那一次的伤害皮肤,另外一块冰块,然后吸入神伤手的伤害皮肤,然后DJ椅子,1500 这有一个椅子,然后是大脑,大脑之神的椅子,也是椅子,也是相框的椅子 应该是效果,然后是SPAP重置卷轴,只能手测20和30,而且它是可以交易的 保罗普利托的入场券,青香成长密钥,世界地图传送,然后是8格选择蓝 它是每个世界十二个,自由转值硬币,然后这是个气象效果 它气象效果前面第一和第三个都是增加攻击力和魔力了,第二和第四个是1.5倍的经验值 这两个,然后你打开之后使用是一个现金道具嘛,现金道具意味着你是现在可以 可以传到商场里面,然后转移给其他的角色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链接用的三倍经验值券,这样子的话,因为它这个效果,四个效果都是可以叠加的 这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两个同时使用,你两个同时使用的话,它就可以叠加的经验值得特别高了 然后你再搭配上双弩的链接技能,然后你再搭配上双弩的链接技能,然后神之子的联盟的效果 然后再使用那个绿色药水,那个怪物公园的药水,你能叠加量就特别多了,大概能够叠加到九倍吧 所以其实非常有利于去链接,然后40个背包要500个平均的买一个,然后是怪物公园的入场券 然后去看一下它这一次的小游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